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勇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关注我的头条号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 特朗普要求下台前访问台湾 蔡英文敢不敢接周 或者说敢不敢来接待他 我们知道美国大选基本结果已经出来了 现在在等着10月12月14日 选举人团投票来正式确认 总统选举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离特朗普下台 1月20号离开白宫 还有大概是50天的时间 那么特朗普会不会要求在下台前访问台湾 台湾的蔡英文敢不敢来接待他 这种情况在选举之前没有实现 那么选举之后 在最近又再次传出了特朗普 要在下台前访问台湾的消息 那么这个报道的媒体 还是日本的富士西刊 这个富士西刊 早在10月12号就炒作 特朗普可能要突袭式的访问 并承认台湾的消息 对于这个消息 台湾蔡英文当局紧急的出面否认 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叫萧美琴 她说并没有从与美国官方互动当中 听到这个消息 台湾的某主管国安的人士也认为 富士西刊本身以报道八卦新闻著称 特朗普不大可能会访问台湾 那么就有关这个消息 我们看最近一些专家 有不同的解读 一个就是日本的政治评论家 右派的政治评论家 叫宫崎正宏 10月30号 在这个富士西刊当中 发表文章就说 特朗普访问的几率是很高的 他要在下台之前要拖出重磅的炸弹 目的是即将上台的拜登 没有机会来修复中美关系 要用台湾问题来锁住 拜登对中国的政策 那么第二个人 是在台湾方面被称为统派的 承认国安会的咨询委员的陆委会 就是大陆工作委员会前任的副主任 叫张显耀 他在最近的采访当中 表示特朗普现在唯一能玩的 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大招 就是访问台湾 而且他访问台湾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张显耀指出 美国的海军亚太情报总指挥官 史达曼少将 搭行政的专机抵台 密访了三天两夜 他跟台湾当局谈的绝不是为了 交换什么印太的情报 而是为了台湾 而是为了特朗普访台来铺路 他的分析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我想他的用意是在于 给人们敲响警钟 第三个人 就是台湾的赖月谦教授 在头条的一条视频当中 他说特朗普访问台湾不可能 这是一条假消息 没有消息来源 是台湾的新闻媒体 他是在炒作 那么我在12月2号 接受香港的中通社的访问 我对这个问题 也发表了我的看法 我的在访谈当中 主要的意思是第一 特朗普的特点是无法预测 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是既是他人格当中的一个特点 他不太关注道德的约束 那么同时在心理上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个观点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几十个心理专家 曾经联名给纽约时报写信 特朗普的性格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适合担任总统的职位 这是在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初 发生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块是特朗普 出其不意 有意为之 他把他称之为 他善于谈判 做交易的这样一个战术来使用 让人无法琢磨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讲的第二个观点 就是说特朗普同时 还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 这是和他的商人的本性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商人做生意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他肯定要算计 通过这次访问 他能得到什么 他将失去什么 特朗普他作为一个商人 其实是在权衡访问台湾的利弊 从政治力上来说 如果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必然会受到 来自中方的压力和制裁 这对他2020年大选 没有什么好处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访问台湾将会引发 中国方面的激烈的反应 必然会对于美国的股市 全球的股市造成重大的冲击 那么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就成为了美国经济 全球经济的罪人 在他下台之前 如果是以这种经济治理的结果收场 他是不会冒险 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因为他要竞选 他是以治理经济闻名的 另外一点 蔡英文敢接受特朗普的访问吗 我想蔡英文当局 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高度敏感性 和大陆方面捍卫 主权利益的决心 蔡英文当局是断然不敢 来接待特朗普的访问 即使是特朗普有意 在下台之前访问台湾 他也不太可能接受他的访问 那么蔡英文在利用中美关系的紧张 从中于虑 来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 和长期想要的武器 但如果因为特朗普的访问 导致大陆对台湾做出过度反应 例如不断的军事威慑 甚至对台独啊 台独的人员祭除制裁的措施 那么损失最大的 肯定是蔡英文当局当中的 一些关键的人物 因此台湾当局也会掂量 如果特朗普真的访问 他应该找着各种理由 来拒绝才是 我在跟香港总统社 在交流的时候 我还谈到 为什么是日本的媒体 老在传这些消息 到底是谁更希望 特朗普访问台湾的 一方面 日本的媒体和情报的组织 与华盛顿的关系很近 他们对美国的政治状况 能够及时跟踪 相信会了解一些情况 因此呢 日本的媒体 也经常被美国方面利用 释放一些空气 消息来试探中方的反应 应该说美国的对法强硬派 至少是讨论过这个选项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要看到 日本一部分的保守派 反华派 他们当然希望看到 中美关系越来越不好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 迎头相撞 两岸关系 变得越来越分歧 台湾方面呢 在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这些发展 符合 这些日本的保守派 反华派的利益 他们最担心的是 中国的和平崛起 对日本的威胁 对日本在亚太地位的威胁 因此呢 我说啊 我们不能够排除 日本的保守派 反华派 故意的放出这些消息 甚至把这些报道 当成是对美国的建议 来怂恿特朗普放台 并让蔡英文当局 接受 特朗普的访问 好的朋友们 今天啊 跟大家交流的话题 是 如果 特朗普在下台之前 闪电访问台湾 提出这样的要求 蔡英文 敢不敢来接待他 好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 屏幕下方 关注我的头条号 朋友们咱们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